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Mox主仔 今天第三个推介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至6点了 很多标迷应该准备下班或者下班了 镜头前面这一款就是 MTG第三代 日本版日本制造的MTG 第三代的MTG 就是采用了全金属的外壳 你看到是不瘦钢的外壳 大概三四个月前 应该六月或五月底 六月头的时候也介绍过一次 之后其后 只是帮标迷订到 就没办法去介绍给大家 因为终于今次回到货了 这一款标是一款金属外壳的MTG 我自己觉得MTG很好的 MTG就是给了一些标迷 未尝试过MRG 但是他想试一些高阶的G-Short 的一个入门级的跳板 可以试得到MTG的质量 和质感 因为很多时候 买MRG 差不多是1,000多元 起步 很多人会猶豫 因为质量比较高 如果你用过MTG 就是一个跳板 可以在半价入手 可以在MRG的一半 或者以下的价钱 可以入手 而质感 是跟MRG很相近 整个感官都很相近 当然MRG 做得精细一些 MRG就是用了 太合金 而MTG就是用了不受降价混合纤维 这次手上的第三代MTG 造工都非常细緻 拉近小镜头看看 银色的不受降外壳 这里做了拉丝花纹 也做了凹凸的九雅坑 它有很多层次的切角 标观位置在三点位置 也有两个护观位置做了不受降 正面也有四个六角螺丝细韵 Bashel圈也做得很漂亮 你看到Bashel圈也做了很有质感的不受降圈 旁边也做了光身打磨 正面做了拉丝花纹 而标角位置就是做了拉丝的不受降 挺漂亮 整天标得很有质感 属于大标盘 但第三代MTG 跟第一代第二代MTG不同 增强了打磨造工之外 机身也比较鲜薄 整支标的尺寸都没有那么压榨 这个位置的造工很漂亮 再加上一个轻易的快拆扣 按键就可以换金换到标带 最近才帮我标迷订了一条标带 就是第三代MTG 想配多一条胶带 其实在淘宝也好 Ebay 也有它的胶带 首先 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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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带就是 采用了快拆扣 很方便 看到按键就可以脱掉标带 也可以配多一条标带 配不同颜色的标带 也很便宜 我在淘宝帮的标迷买 都是说二三百元就有交液 看你要什么色质量 都是二三百元就有 一条胶带配得到 原先第三代的标带 手上的标带配了外面不瘦鋼 里面是一个混合纤维 而这个标带的质感也很好 正面做了拉斯花纹 打橫有一行光身 也不是平的 有些层次感 也很轻 因为里面做了树枝纤维 但里面做了树枝纤维 这个标带防止 没有那么容易拙手 如果手汗多很拙手 没有那么容易拙手 而且天气凍的时候 也不会有冰冰的感觉 这是一个MTG第三代的标带 那我们去到正面 正面採用了蓝宝石玻璃标面 玻璃上面用了蓝宝石玻璃标面 也是用了光动能的基心 这个标有光动能 蓝牙连接手机 电波六局 蓝牙连接手机很方便 可以调节时间 光动能透过这个面板吸光 大概充满电可以走多久呢 有些标迷就会问 充满电可以走到六至八个月 而在測客之中 它也会进入静止的省电模式 非常方便 而且在省电模的情况下 可以走到十八个月那么久 你看到它配了一支红色的秒针头 MTG的字在十二点位置 也写着红色的MTG 日历就放在四五点之间 做了一个黑底白纸的力昌 而三点位置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显示盘 六点位置一个小圈就是一个两地时间GMT 这个标准有GMT两地时间 可以教到不同的时区 或者如果我有亲戚在伦敦 我这里可以教伦敦时间 这个标准就是教香港时间 或者是home time 可以同一版面 可以看两地时区 这里左边的小圈指着星期二 我们固定左上角这个按键 它就会变为一个power reserve的indicator 你看到它差不多指着high的位置 当它放手的时候 它就会回到星期二的mode 星期几个mode 我按键 按了mode 它就会指着ST 而两地时间这个圈 也会指着归零的方向 12点位置 而这些红色码标针 就准备计时进入 当我按着这个start 就有start corner start stop reset 当计时码标针转一圈的时候 在这里跳一格 或者一分钟 多少秒 那同样呢 通常我就不会用手动 我都是用蓝牙连接手机 比较多 可以在手机里调节 再更加方便一些操作 按下参码 到计时 我现在再按start的时候 会向这边走 因为到计时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stop reset 好 再按就是一个alarm 可以设定闹钟 可以设定闹钟 计时的闹钟 可以在六点位置 小圈的计时 但我通常很少用手 都是用apps 比较多 再按一下 就去星期几的模式 第一个版面 我们叫做 拉近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黑度 做得很漂亮 黑度 做了一个很立体的字钉 你看到它做了一些拉丝 打磨 連接着内影边框 黑度 整个标盘都有质感 你看到 MTG的第三代 标杆也有螺旋式标杆 因为G-SHOT 都是200米防水 这只也不例外 200米防水 我向下转动 按下转动 按下转动 其实可以教时间 在这里 可以教时间 不过我很少用手动 教时间 因为用这个 用这个apps 实际上太方便了 一年就对了时间 所以我通常都很少用手动 去跳时间 那 教完之后 按进去 接着呢 鎖上标杆 迫固 鎖上标杆之后 它其实就没有去位 完全没有去位 完全没有去位 这样配合200米的防水 好了 那这标的标扣 我也很欣赏 这个标扣 做了一个拉丝不手钢的标扣 你看到上面 也有G-SHOT的LASER logo 而这里是什么 两点黑色 两个方块的黑色 就是一个防撞的泵把 就是因为 通常标扣 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戴在手腕里面 磨到桌子 就磨了 它这里有个泵把 护着标扣的位置 好了 接着呢 按键打开 做了光身的口桥 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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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拉丝的口桥 而旁边两边 就做了光身的 你看到 这里两边做了光身 撕起去 看到吗 其实标扣做得很立体 很有层次 好了 先黏回去 好 看了标底 标底 就做了一个 四粒螺丝系统的标底 上面也有写着JAPAN 我们找一下JAPAN的字 在哪里 JAPAN 我先看看 我先看到 这里 看到吗 这里这个位置 是JAPAN 是日本製造的 一只手标 是MADE IN JAPAN 20个巴格防水 南保石的玻璃标面 中间也有个三角形的logo 有个G字 在中间 摸下去 很有质感的 好了 反过来的正面 我计算一下 尺寸给大家看一下 它属于小尺寸 如果比起第二代 甚至第一代 但是究竟是多大呢 GSHOT一般 普遍来说偏大 好了 这只标在不用南麻连照的情况下 它的时间标准不差值 每月只是正负15秒 深水清的标迷 一日是少于一秒钟的误差 甚至乎是半秒钟的误差 好了 我计算一下尺寸 SPEC 寫50M的直径 我计算是47.7M的直径 而厚度是12.1M 我计算是12.5M 它寫51.9M 我计算是哪个位置 我计算是51.2M 好了 试试戴上去 它这里虽然有50M直径 但是它这个位置 它做了一个位置 不会这样讲起 很贴手 所以戴上去 我自己觉得 戴上去不会不舒服 很舒服的 而且整只标的重量 只有148g 148g 148g 也比较轻 一点 不算很贵手 整只标 好了 猪仔推介 这是MTG第三代 光动能 蓝牙 电波 六共 两地时间 GMT 日零 蓝宝石玻璃标面 五千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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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靓仔的手标 那猪仔对上一次已经三个月前介绍了 如果你喜欢MTG 或者你本身已经戴过G steel 金属系列的G shot 打破了一般G shot 被人的概念都是交标 你想试MRG之前 在猶疑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MTG第三代 猪仔的推介 无论在质感上 到整个造工 甚至是机身 都能拍得住MRG 只是它用了不手钢 就不是做钛合金 但是整支标都是日本製造 所以你可以试得到整个质感 可以考虑在MTG第三代 猪仔推介五一九八 猪仔有三个现货的 如果喜欢这支标的标迷 上次又买不到的话 可以WhatsApp给猪仔 在封面那里有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猪仔也可以 打给猪仔也可以 告诉我你喜欢的手标 想在佐敦多 订来自个店铺 好吗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like 猪仔 猪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绍不同类型的手标给你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钟仔订阅 好吗 我们下集见 拜拜